寒假过后,各社区福气站也陆续的开学了 县长徐真卫4号上午前往了吉安人和社区福气站 庆祝开学日 县长鼓励更多的老大人踊跃参与社区活动 并且学习3C科技产品的应用 不只要跟上时代的脚步 也要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舒适 过了一个寒假,社区福气站的老大人们 也很期待赶快开学,可以见见老同学 吉安香人和社区福气站 3月4号开学日 初期的长辈人数特别多 几乎是全员到齐 县长徐真卫特别到场和老人家们相见宽 也鼓励老大人们多多参与社区活动 也要学习3C科技产品应用 让生活更有智慧又便利 长辈如何使用我们的电话 这个部分就是减少我们的数位落差 所以我们今年规划了全县的所有的关怀据点 福气站所有的据点要上一个课程 就是运用电话来做火车票订票 第二件事情用手机来看各个乡镇公所或县政府的福利社福的资讯 还有我们未来如果要办什么活动 在我们的县政府的QR Code里面 大家扫进去 未来它就会跳在你的电话里 你只要打开就看得到了 只要大家善用我们的数位的工具 就可以很方便 很安心 很安全 县长还准备了开运福袋 还有环保保温袋送给每一位老大人 收到礼物老人家都笑开怀 而福气站为了庆祝开学 还特别准备了很丰盛的大餐 让老同学们享用 县长学生委也亲自为老大人们端菜 陪伴老人家快乐有餐 人和社区福气站开学日 充满了欢乐取分 这里会接下来报道